在冲一波施打率推出了打疫苗送米活动 只要来接种疫苗就送一包一公斤的有机米 果然吸引了不少长辈一早就来排队了 所以相较于三天前的捷运站打疫苗的情况 今天真的人潮非常踊跃 民众一早排队打疫苗时间一到 打苗站一口气拥入破百位民众 打疫苗这么踊跃因为可以领好康 你阿比不错是吗 阿比的小侯还比的小侯还比的 还不错啊 当然啊 老人家都多减得好 打疫苗还有伴手里长辈领得臭嗨嗨 但三天前高雄捷运站一样打疫苗 开打半小时人潮熙熙落落 而长青中心这样被一早就卡位 涌入百人打苗送米冲出施打率 打完了就9、2、3 你这个奖励好不好你喜不喜欢 全国施打率第一季卡在73% 而65岁以上长辈施打率达79% 卫生局推送米吸引长辈施打 希望目标达到85%以上的施打率 准备了1000包1公斤的有机米 果然有效果 目前在早上的接种的状况看起来 长辈的接种意愿看起来是偏高的 这样送好礼的活动 希望长辈可以来踊跃接种的一个诱因 送米活动效果出乎预料 也让民众调侃说 原来鼓励长辈打疫苗 不是用科学证据来说服 送米拌甘情就对了 只有黄世云 宋佩成 高雄报导